回盘时刻也同样有看到获得买单追捧 还看到矽晶圆族群 环球晶不断地在刷新今天的糕点 合金也是在向上带动 台胜客是直接攻上涨停板 好那当然看到的消息是 环球晶受惠到矽晶圆出货回温 股价因而冲上两年糕点 最近看法人筹码面连续五天 站在买方一共买了三千多张 尾盘能够有资金加玛丽 是预告着明天开盘的行情吗 请教到的是亚洲投顾胡玉堂分析师 玉堂你好 五安 燕婷 各位投资朋友大五安 环球晶都再创新高了 台胜客也总该补涨上来了吧 没有错 其实整个半导体 我觉得上中下游是同步性的联动 在今天的联电带动之下 所以上游的性经元两档指标 这个台胜客跟环球晶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同步性的一个 向上的一个比较拉抬 是有这样的效果 那今天当然由台胜客穿先掌停 那毕竟来讲 我觉得未接是可能它最大的优势 因为在底部今天才刚放量 带大量的一个红棒突破连线反压 那环球晶整个均线的架构 都已经转为一个多方式的排列 那因为毕竟整个半导体的试矿 从联电试出来的看法 8寸的晶圆是功不应求 你就知道整体的产线是相当吃紧 那自然上游的原料厂 这个甚至像合金的部分 我觉得应该都不差 所以说从上游的晶圆 到晶圆代工的一个部分 目前看起来算是市场上 多方资金比较追捧的一个焦点 那联电涨停之后 我觉得比较后面跟进的一些 晶圆代工厂的部分 也是可以比较乐观去期待 所谓的一个互相信的拉台比价 举例来说像第三季 缴出来这个获利成长的黑马骨 像是2342的帽戏 单季赚了两块钱 这个数字是写下了一个单季历史新高 那第一次反映出来 在明年的一个部分 来自于MOSFET的一个 整体的街当上 看起来是相当市况是相当火热 因为MOSFET的一个报价 在明年来讲 应该是还有双位数以上的 一个报价成长 所以对2342的帽戏来看 目前的技术面 其实还算是相对在底部去 因为五日十字月线的一个部分 有机会 因为五日十字月线 才刚穿越半年线的反映 那现在整体的短期均线 有机会开始做一个 比较纠结翻映的态势 那月线应该也有机会跟上来 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 从联电的涨停之后 一些晶圆代工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开始会去反映 这个该有的一些 合理的本益比的水准 这个部分我觉得在半导体 从上游到晶圆代工 我觉得还是可以比较乐观去看 那第二块来讲 顺着网通5G 我们之前也谈到 算是明年比较高成长性的产业 甚至低轨道卫星 你看像 鸿海集团 其他的台阳 我们现在有聊到 在这个三家卫星大厂的部分 似乎都有机会见到订单 那再加上鸿海集团 我们之前也聊到 这个年底集团作战 所以旗下的一些小尖兵的个股 今年没有涨到的 开始就有点买盘做点火 那同样在这个5G网通建设当中 指标性的个股 像奇迹的部分 也是有打入到 SpaceX的路由器的供应链 那最近投信转买 去留意这个年底 会不会有作战效应 再来本周会买 举办法说的 5G网通的指标股 明天登场的 可以看到6470的宇智 那宇智也是联电集团旗下 转投资的这个往通场 那也可以去留意 短线上在年底啊 毕竟联电工高 联电集团的个股的作战效应 第一个是不是有机会 反映在今年业绩不错的 6470宇智身上 因为它今年前三季赚了3.68 已经比去年全年的3.38 已经超越了 所以说代表今年的获利 是非常的好 有机会上看到5块钱以上 所以本益比非常的低 那明天的贵买业绩发表会 也是首发登场 那我觉得四率的看法 可以聚焦在 在北美电信商的合作的一个 相关业务部分 尤其在5G产品的出货 是不是有机会 搅出不错的成绩 因为明年我们也谈过嘛 是5G建设的算是元年 我觉得全球都一样 所以这个宇智来讲 今年的业绩配合集团作战 然后再反映比较 低本益比的效应 是不是有机会 同步性的拉抬 所以我觉得 在网通5G这一块 还是可以比较 正面去做一个期待 那除了这个 网通信的指标股之外 我觉得苹果供应链 今天好像有点稍微降温 但是我觉得这不打紧 因为今天资金 好像都流到 IC设计半导体类股 但是以苹果来讲 我觉得这一块的中长期的 趋势还是不看淡 举例来说 我们之前有聊到 这个在今年 新拿下这个苹果 这个软板 基板的这个电池当中 上游独家供应商的 8039的台虹 目前来讲 其实整体的一个技术面的形态 我觉得也相当不错 因为我们下面可以放下外资的进出 其实外资是在11月份 才开始跳进来买 那类似像这种 外资11月份才刚开始装买的个股 那非常有可能 这一块的一个买盘 它会持续到年底 甚至到明年 因为第一个 年底的一个作帐 它现在会买的 一定会持续到年底 因为12月中下旬 外资就要放假了 不可能做这么短 那以台虹来讲 因为它拿到苹果上游 电池软板基板的 一个独家供应商的 这个地位之后 原则上对于它明年厌期展望 其实法人都给比较高度的评本 所以最近大概11月份以来 外资大概买了一定1万张 那第三季的EPS1.5元 也是写下了 新年的单季新高 所以这一部分 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去反映 在瓶盖股的一些拉货 然后比较低基期 因为整体来讲 台虹是11月份才刚起场 所以位阶不高 所以这是电子股这一块 那最后当然可以看到 今天比较有点轮动到传厂的 可能钢铁 因为毕竟整体的钢架的 一个报价的趋塞还是看涨 那一些比较获利好的公司 可以看到像是2031的星光钢 因为比较具备所谓 低基期低本益比 因为它前三季赚了2.28 比去年同期是大增了314% 那又有三项利多 因为第一个 离岸风电的水下基础工程 本来就是它的主要业务 那太阳能的支架钢料 还有台商回流的题材推升之下 对于2031的星光钢 以目前的价位来看 应该有机会去挑战 前高34.95元的一个位置 非常感谢胡怡彤老师